今天早晨,東北地匪局所打一個長途電話來告訴我北方正在的狀況 一切都做得很順利 這次正在把念佛帶到了再去 效果之殊勝令人非常的感動 他說現在災區的大眾對於贈送衣服和糧食其他的東西 都比不上送他們這個念佛基小佛像 他們對於念佛基跟小佛像的要求 遠遠勝過其他物資 都知道念佛能夠幫助他們消除災難 他們認為佛菩薩會保佑他們 這個共識是非常殊勝而難得的 他需要的呢就是像小佛牌 我們印的這個小佛卡 我們知道他們的需求 對佛卡的印製 我們要好好地來做實際 能夠做到盡善盡美 讓大家看到之後能生歡喜喜 這是很重要的一段事情 另外呢 經書他們也非常地需要 這個錄音帶跟這個錄像帶 聽說中國威脅地比我們此地 比台灣香港都要普遍 我們要幫助他們 現在在佛建那邊呢 聽說威脅地已經批准 十萬片在發行流通 所以希望都能夠送一些到北方去 幫助那邊的同修學佛 在現代這個時代 我們經歷這一個世紀 現在已經到世紀末了 再過幾天就是99年了 這一個世紀 我們冷靜地觀察 是在講災難太多了 經歷第一次世界大戰 第二次世界大戰 除大戰之外 其他小規模的戰爭 區域的戰爭幾乎都沒有中斷過 這個世界大戰爭幾乎都沒有中斷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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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看到在災難當中 天災人禍過 歷經這些苦難的中斷過 沒有不受感動的 這些災難如何能得到解決呢 社會怎樣才能得到安定 世界如何能得和平 安定和平是每一個人所嚮往的 但是始終都得不到 這個原因到底在哪裡 我們必須要把它找出來 然後把這個原因消除 我們的理想才能夠達到 細細地去觀察去思維 唯有佛法 那何以故呢 我們知道 世間種種的矛盾 種種的歧視 種種種的誤會 種種衝突 都是其餘啊 不同的意見 這些意見可以整合的 並沒有妨礙的 我們在佛經上看到 特別是大廷經 尤其是華燕經 佛菩薩確實是 展現出 圓滿高度的智慧 它能夠將虛空法界 那這個異類的眾生 異類的見解 比我們這個地球上 複雜的太多太多了 它能夠整合 能夠溶解 消融 一切的紛爭 又不妨礙意見 這實在是高明到了其處啊 能令法界眾生 虎目相處啊 不但能叫大家虎目相處 而且能幫助大家 消除妄想分別之處 把自己的智慧境界 向上提升 達到如祝福如來 同樣的境界 這個事 這個事 稀有 難逢啊 我們明白了 華藏世界如是 西方極樂世界更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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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讀宋大臣 對於這一點 不能不留意 我們如果能夠學到 這些智慧 這些善巧方便 對於我們自己修飾 對於我們自己 弘揚佛法 幫助這個社會 幫助眾生 必然產生 很好的效果 佛法 折衷 其機 其理 眾生 需要什麼 我們就幫助它什麼 這叫其機 什麼叫其理呢 幫助一切眾生 我們心地清靜 佛在般若經上告訴我們 事實 要做到三輪提供 要用現在的話來說 我們全心全力幫助它 無論是在物質上 是在精神上 愛護它 照顧它 幫助它 對它 有所求 如果對它有所求 希求它報答 那我們就錯誤了 連一絲毫需求都沒有 更不會去控制它 不但我們對於一切眾生 沒有一個意念去控制它 對於一切萬無 也是這個態度 我們在今天裡面學習到 祝福菩薩 以無盡的慈悲心 幫助一切眾生 用什麼方法幫助呢 第一個是研教 第二個是深教 研教 講經說法 深教 自己做出榜樣來 給大家看 佛師 實踪 無間斷地 在這個世界 現身說法 歸勸大家 斷惡修善 對一切眾生 真的是 業無所求啊 它真正做到了 愚人無增 愚事無窮 眾生肯接受它 它很歡喜 絕對沒有 絕對沒有坦濁 眾生不肯接受它 乃至於誤會 甚至於毀謗 佛也歡喜 決定沒有 決定沒有 誤會 決定沒有 誤逆 所以它自己 無論是在 善悟順利 境遇當中 都能保持著 清淨心 平等性 永恆的 永恆的 慈悲性 這是我們 要小心 我們通常 犯了一個很大的毛病 那就是對於別人的 有很多的要求 不能把控制別人的 一捏斷去 所以我們會生煩惱 我們的心不能清淨 我們不生智慧 總是隨順自己的意思 勉強別人 要認同我 這樣才造成了紛爭 這一個世紀以來 我們看到大大小小的戰爭 這些戰爭能不能解決問題呢 現在我們看清楚 不能解決問題 不單不能解決問題 而且把問題搞得 越搞越複雜 越搞越不可收拾 帶給社會 更多的混亂 帶給人們更多的痛苦 所以現在這個世界 有不少人逐漸覺悟了 我們不要贊成 也就是說 我們解決問題 不要採取這個手段 那用什麼手段 才能解決問題呢 佛法用慈悲 宗教用愛 宗教用愛是人 這給我們一個莫大的啟示 真誠 真誠 親近 平等的大愛 才能解決問題 才能解決問題 那些人 不得到以後 那些人 那些人 也能解決問題 一生所过的生活 日中一时 树下一休 三一一搏 这个事情代表什么意思 我们在这个地方要能体会 它代表的是知足常乐 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 只取我们生活所需的就够了 不取多余 它有福报能取多余 而把这份多余的 失学给一切众生 世尊教我们这个 这才是真正解决 多余文化的 一个重大的枢纽 我们在这里 得到歧视 一个人 生活在世纪 生活所需 有些人 有福报的人 他生活所需 有多余 多余的太多了 他去投资 他去储蓄 他不知道不是 投资 出学 说实在的话 决定得不到 到最后死了 还是一场空 生不带来 死不带去 佛给我们讲 万般降不去 唯有业随身 所以什么是高度智慧呢 帮助别人 不失众生 这是真实智慧 我们不失众生 帮助别人 善业 唯有业随身 业可以带他走的 你的佛报 永远不断地在振扎 虽然振扎 还是取我们生活之所需 给社会大众做个好样子 社会人人都能这样做 这个社会多么和谐 多么暗落 这是佛给我们的启示 在这个里面得到真正的快乐 所以是助人为快乐之本 我们自己享受 尽情享受 看到一些 许许多多众生在受苦受难 你能快乐得了吗 如果说陶醉在那种 物与生活当中 麻木不仁 丧尽了天亮 死后 佛报向尽 往下坠落 这些道理 与事实真相 我们一定要清楚 一定要明白 然后想想祝福菩萨 他们所实现的 真正的意义 才能明了 才能够体会到 你能够明白 你能够明白 能够体会 自然呢 你就会发心 学习 学习 过佛菩萨的生活 当然 我们也无需要 过释迦牟尼佛 这种脱波的生活 儒家说得好 宿 富贵 安于富贵 宿 平静 安于平静 儒家这两句话 在华严经 五十三餐当中 我们看到了 善财同志 参访的 五十三位善知识 都是诸佛如来 实现 像普门评里面所讲的 应以什么神得度 就实现什么神 应以过王神得度 就实现过王神 应以大臣神得度 就实现大臣神 应以什么神得度 就实现什么神 他就实现了 那种身份 他生活的水平 安于这个水平 有多余的 绝对是贡献给一切的 贡献给广大的社会 华严 华严 难得了 过去方栋梅先生 一生当中 不断的赞叹 他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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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圆满的理论 周详的方法 后面还带表演 实际上 实际上做出来 给我们看 让我们学习 依照这部经典 理论方法 进阶来学习 你 你就是真正的菩萨 你从政 你是从政的菩萨 你经商 你是经商的菩萨 你做工 你是工业界的菩萨 你教学 你是老师菩萨 乃至于你讨饭 你是乞丐菩萨 乞丐当中 确实有菩萨在 菩萨的身份不相同 表演的角色不相同 智慧 自在 清凉 快乐 相同的 这才是真实的 美满的人生 所以男女老少 过行过夜 都能够做得到 我们要细心在这个里面学习 这一生真的没有空过 这一生得到生活的美满 来生往生不退臣服 我们这些没空过 好 今天我们就说到此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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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